我心有欺欺焉啦 今天如果這個中選會的主委 我們是說的 現場做民調 如果是我來做 會不會 會 你們會不會更信任我 會 因為我是真的離開民進黨的 我是恨鐵不承擔離開民進黨的 他是因為這個職務 而先註銷黨籍 這樣也能變成 這樣也能變成無黨無派 你看 我相信我剛剛 你趕在這裡阿扁去做 他要註銷他的黨籍是不是 沒有 因為這個位置會比較引起大家 比較敏感 比較敏感是他主管全台灣所有選舉的事務 那你這個主委應該一定是要很操然 而且不受某個政黨可以指揮 可以影響 那才可以好好的辦好選務 那國民黨今天的委員 他們會去阻撓 這 理所當然 因為 李進勇是忠貞的民進黨員 而且是從 深綠的 對 又是深綠的 都無庸置疑 你說他 註銷黨籍 註銷黨籍就可以的話 這樣亂了 誰都可以啊 深綠的腦袋會灌掉嗎 誰都可以 誰都可以 以前你看國民黨在做的時候 說 不就成真心 是 不就成真心 沒有人對他 拿出銀行的這個 這是最對的 因為這幾次的選舉 糾紛很多 從319那一次到現在 選舉無效之數 選舉當選無效之數 包括 包括連勝人被槍傷 還有那種影響 就是整個選舉過程 包括 人民會有很多疑問 你知道嗎 你不要忘了喔 我們2018 9合1 的公投 對啊 投出來的結果 欸 敢不勝 敢不勝 之前連署 你中選會就在那邊 衝當衝塞啊 所以說 這也是一個表演舞台 因為選舉要搞 立委要選 大家要爭取曝光 因為 不是每一位立委 都有上電視台 來表述他 纏述理念的機會 嗯